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分享一个 叫做神明风水 现在居家里面有些人会供奉祖先 他也会供奉神明 其实各位 在拜这一些祖先或神明的时候 各位你要记得一件事 因为神明来讲 或者是你的祖先 他的一个状况 他们是灵体的状况 他们的灵体状况 其实比一般人比我们人还要弱 所以防止所有可以犯到的这一种煞 在他们身上都会特别特别灵验 所以在风水里面常常讲一句话叫做 神明亦安 吉凶加倍 因为神明这个神像他不会动 他就是24小时在遭受这一种 你的风水上的好或者是差 他自然就非常非常容易去验证 所以在风水里面 神明神像 还有你家的祖先牌位 他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在参考的一个依据 所以第一个 我们在安排神位的时候 记得神位不要照到太阳 这个很记 因为神像你假如去照太阳 他会热 我刚刚有说过了 神明他是一个灵体 灵体来讲 他非常非常的很怕任何的这一种冲煞 太阳光照进来 来讲的话 可能对某些神明还ok 但是你家的祖先他是个鬼 了不了解 他只是个鬼而已 那鬼碰到太阳他会怎样 他是会消失的 所以在这一种情况下的时候 我们就会一概同仁 就是不管你家的是神明 或者是是祖先的牌位 不要让他晒到太阳 这个是第一个不要去犯的 再来 神明 各位你要了解 还有神明跟祖先 他们喜欢的位置 他们是喜欢安静的位置 他们不喜欢动的位置 你不要让他那个位置动起来 动起来气动的一种情况下 他们会不稳 反而会造成你的居家也会不稳 所以你要记得一件事 神明他们都是喜欢安静的 你家的祖先 他们也都是喜欢安静的 他不喜欢动 你不要以为他是财神 给他动起来去吹望他 各位 要记得 所以神明 还有你家的祖先牌位 不会安插在财位上面 他们是不会在财位上面 不安在财位上面 因为财位他是一个动的一个情况 所以你不要说 这个是财神爷 就给他放到财位上 他就变成穷神来找你 所以神明他喜欢安静 不喜欢动 所以神像 祖先牌位 这些东西就不会去安插在这一些财位上面 以免他们因为动起来而产生不良的一种现象 再来 很多人都会有一个状况 就是 你的神像下方 放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 不要这样子 神像的下方 或者是牌位下方 要给他进封 不要有太多杂物在那里 来讲的话 他为什么这样 因为我说过了 神像 他就等同是房子所有风水不能犯 他都不能犯 同样 我们在风水里面有讲过 你的床下不要有这么这一些一大堆杂物 甚至尖尖的 你在这一种情况下睡觉的时候 你越睡 你会越紧张 一觉起来全身酸痛 原因是因为你的床下乱七八糟 甚至有煎雾顶着 同样的道理 你人都会这样 更何况是神像 他更会如此 东西放在那里24小时不动 对他的影响大不大 当然大 所以他就同样的道理 人都会产生这一种不良的像 更何况是神像 他还不会动 所以神像的像发要禁空 不要有太多杂物放得下来那一个位置 再来 你神像你还要注意什么 当然冲克这一些你应该是可以避开的 冲克 神像还要注意的就是不要逼 你不要去让他逼虎 所以神像的右边 不要太靠墙 神像有左右两边 你要让他右边稍微大一点 不要太逼 假如逼的话 很容易会产生这一个居家里面 不良的情况 居家会不安眠 神像不要太逼 不要太逼 因为虎边本身他就是一种凶性 你去逼他 来讲会造成你很大的一个压力 同样的道理 神像假如你用这种方式的话 他也会产生压力 产生压力的时候 各位 他是会影响到整个家的 所以在神像这一块 你不要你左右两旁 你要嘛就让他右边大一点 左边小一点比较没有问题 不然你假如让他去逼虎的一种情况下的话 他的凶性会特别特别大 有些居家不安就是因为他神像 去逼到 在这一种情况下 拿罗盘去量 那个罗盘都是 那种乱七八糟的现象 很容易扶增 很容易扶增 所以这几点 你假如把他注意一下 基本上 你的神像就不会出太大的一个问题 神像就不会出太大的问题 所以这几点就是供各位去参考 以免在拜神 或者是祭祀属先的时候 有这一些问题产生 他会造成你居家欲保不安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一边 大家假如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大家按赞、关注、订阅、分享 这一些动作对于我的创作都会是一种鼓励 大家下一次有再见 拜拜